大家好 台湾这个520 蔡英文的就职典礼已经结束了 那么通篇看起来 没有任何心意 两岸问题上也没有新的论述 还是非常低调 那有人讲了 这个蔡英文是不是软了 软了就对了 我觉得这次是武统派的胜利 蔡英文为什么软下来 因为啊 中国在渤海两个月的演习 8月份要夺岛东沙 也是演习 那这个武统的声浪非常强大 所以我觉得今天让蔡英文闭嘴 让蔡英文不敢高喊 是不是 抗中保台 不敢拿起这个台独的这个大旗 挥舞这个台独的大旗 说明什么 说明武统派胜利了 咱们武统派的声音被台湾当局听到了 而不是那些什么 这个国台办呢 那帮什么 三流将军呢 天天在那喊两岸友好啊 是不是 可以为了民族 我们可以放弃台湾领土吗 甚至可以不同意台湾吗 就这种迷迷之音 台湾当局 听他们的早就已经开始高喊着独立了 那这次可能就强硬了 为什么不敢强硬 为什么 大陆更强硬 武统派 解放军更强硬 演习 夺岛 夺岗 就可以看到 又证明我之前的理论都是对的 你对付这个台湾人 你不要跟他什么 好言相劝 跟他讲什么道理 两栖类动 跟他讲什么道理 他就是要独立 你讲什么道理 逼他到墙角 这次就逼他到墙角 台湾现在这帮人都不傻 你可以看到 他们就是装睡 知道自己将遭受到什么样的毁灭性打击 所以都老实了 谁也不提台独的事 所以我就是说 未来武统的声音还要加强 一定要把台独逼到墙角 你给他放出来 他就到处咬 甚至要霍乱你 甚至霍乱你的思想 对不对 到国内到处散播台独 他自己得怕 让他知道怕 中国以前的政策 很多人不提武统 甚至不敢提武统 大陆人都不想提武统 那台湾人有恃无恐 你看看台湾的这个社会上 充斥着台独 充斥着这种 想往前走一步 跨一步这种声音 但是你看台湾当局 这帮领导人知不知道 都知道 怎么样 戳穿了吧 谎言戳穿了 谁都不敢再提 美国人也知道 所以我一直以来 其实把这个事 已经看得很明白 只是我第一个说出来 那武统派 未来不但 不但 像有人讲 他们已经老实了 咱们就喊和平 不 一定要一直喊一句武统 直到解决台湾问题为止 这个武统的声音不能停 绝对不能停 而且要加大声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今天很多时候 很长时间不给你讲干货了 今天再给你个底层逻辑 什么干货 台湾问题的底层逻辑 就是武统 很多人讲 你这不爱好和平吗 讲武统 错了 讲武统才是爱好和平 你看看 现在台湾不敢超超 独立了吧 他不独立 是不是 等下就恢复和平了吗 对不对 还得向中国宣誓吗 还是 台独都得向中国宣誓就职 你想想 台独的气眼压下去了 但是 他还会搞一些小动作 所以咱们一直必须要 把武统这个金 不能放下来 一定要绷紧了 武统这个金 时刻准备着 武力消灭台独 这样才是这个聪明人做的 我告诉你们 那台湾呢 咱们讲讲这个底层逻辑 其实台湾的底层逻辑 就是喊武统 解决台湾问题 就是武统台湾 这个逻辑很多人不明白 我今天给你解释一下 其实啊 道理很简单 你首先说两种状态 台湾与中国交往 还有台湾与中国敌对 这两种状态 那先说交往状态 交往状态 对大陆最有好处的 也是喊武统 很多人不明白 说怎么喊武统 也是这个最好的状态呢 对中国大陆有利 你这么想 台湾岛内也有两种人 一种是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的 一种认为 自己是台湾人的 台独大多都不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对吧 台独就是认为 我们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下三烂 中国人愚昧 中国人无知 虽然我吃天吃中餐 用着中国字 说着中国话 对吧 拿着中国姓 我操 姓都是中国姓 但是我就是骂中国 所以这种人呢 他有一种心理疾病 所以对付这种人 最简单的办法 逼他到墙角 逼他到墙角 让中国与台湾分离 分离 记住 中国归中国 你台湾的 你自己发明文字 自己啊 让自己拿着什么 海鲜动物 你自己去烤一烤吃 是吧 别用中才 就是中国与台湾文化 对吧 你台湾自己 弄了什么字 分开 逼他到墙角 那武统派 现在的声浪 就是这种 你看 我说的都是 让台湾什么 与大陆 咱们区分开 好不好 区分开以后 台湾人发现自己 一无所有啊 空荡荡 光着屁股的野人 那台湾人就是野人 所以他去 他告诉你 他们这帮人 没了壳 一帮 一帮那个 老王八没壳 王八没壳 剩啥啊 就是蛆了嘛 绿子的蛆 他发现自己在裸奔呢 不行啊 他得回来找这个壳 中国 中国就他们要 找的壳 武统派的作用 就是逼他们 回来找这个壳 听明白没有 逼着台独 回来找中国这个壳 逼着 那他找中国这个壳的时候 会什么 会认为武统派 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对吧 会找什么 找大陆的合同派 找大陆的合同派 来跟着台独 一起起舞 这样他找这个中国的壳的时候 反而加深了什么 我说过 反而加深了台湾人的 中国化 因为他必须要穿上中国这个外衣 台湾人 你记住了 台湾人去中国化 怎么样防止去中国化 就是你加速去中国化 让中国和台湾分开 他会什么 他会发现自己光着屁股跑 所以他会一向 人都是逆反心理 他会反向回来 找中国的东西 穿在身上 人一旦光着屁股 在全世界人面前 露出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啊 什么都没穿 羞达达 他马上回来会 不择手段 找一件东西往上一围 是什么 中国 就这个China 他马上会回来找 吃饭要用中餐 说话用中文 写字 中国字 什么东西 你包括用成语 往台湾上 都用中文 他去中国化 对付他最好办法 武统 对吧 逼他去墙角 你台湾不是吗 咱们就挤对他 把他挤到墙角 他自己啊 羞于 光着屁股 跟世界见面 他最后会什么 会穿起中国 这个外衣 穿个马甲 反而他很难去中国化 这我说 对付台湾人啊 其实最好的办法 对中国最有利的 拿武统挤他 挤他到 把他空间压缩到最小 而之前 合同派那些人 根本就给台独 释放了大量空间 大量操作空间 而武统派出了这个声音 挤压缩台独的空间 最后他会选择与这个 合同派 同流合污 跑大陆来 是不是跟合同派 你看这帮武统派 这么坏 咱们一起来对付他们 这样就是证据 什么证据 以后啊 真正武统台湾的时候 合同派 证据被武统派 抓在手里 所以合同派 直接枪毙都够了 间谍 跟台独 沆瀣一气 所以这是我说的 这等于是一石二鸟 逼台独到大陆来找同情 那么他呀 会为了证明自己 对中国人 我们武统派 一直说你台湾人 对中国不好 欺负中国人 欺负岛内的中国人 台独会什么 会为了证明自己 没有欺负中国人 会对中国人好 这个逻辑清楚没 他为了证明自己 没有欺负中国人 会证明 没有欺负中国人 对中国人好 那你在岛内的中国人 大陆的中国人 是不是被武统派 咱们挤压台独的空间 得意了呢 自己想一想 如果没有武统派 不挤压台独的空间 是不是台湾人可以 对你大陆非常坏 我就 我就给你大陆不好 对不对 反而现在 你看看蔡英文都软了 为啥 因为有武统的声音 武统派 而且真要有动作了 蔡英文也害怕 你听明白道理没有 蔡英文也害怕了 他也不敢放弃中国 也得把这个中国马甲穿上 像以前绿营 直接就敢放弃中华民国 这马甲 因为有武统派 他不敢放弃 明白吧 对付台独一定要挤压他全部空间 把他挤到墙角 让他出荤招 最后来讨好大陆那帮是吧 合统派 俩人一起玉石俱焚 扔进历史垃圾堆 就让他这样 臭大街上 对大陆最好 对大陆老百姓好 武统派声音能碾压台独 台独为了反噬这种效果 会对大陆表现出什么 友善 最简单 你现在看有一些台湾那些名嘴 为了证明自己不像武统派 骂大陆 骂台独骂说的 反而现在开始高喊爱中国了 是不是要爱中国了 爱中国人了 对中国的一些是吧 像保姆啊 中国的一些去台湾的人 我们可友好了 对了 让就让你对中国人友好 你敢对中国人不友好 武统派喷死你 是不是 解放军登岛 是不是 这就是挤压台湾的空间 必须得这么做 他如果对中国人不好 正中了武统派的声音 那武统派说的没有错 你台湾对中国人就是不好 对不对 武统派也没错 而你啊 台湾人对 对什么 为了证明武统派错了 对中国人好 你中国人受益啊 武统派对不对 还是对的 武统派 那这太对了 应该大力支持武统派 这逻辑没错吧 这你得能听懂 下面 咱说这个两岸翻脸 翻脸时候 为什么武统派还是正确 翻脸的时候 武统派当然正确了 翻脸了 要干嘛 要动武了 那一直在喊什么 喊武统啊 武统才是最正确的 对不对 武统我们提早就准备武统了 提早就军事准备了 有错吗 我早比你们准备的齐全 上了就捅的 对不对 所以武统啊 在两岸和平 还是两岸紧张的情况下 武统声音都是最正确的 所以我啊 其实把台湾问题看透了 台湾问题的核心 就是武统台湾 你包括像那些什么 会台那些政策 那些政策是不能触及到 台湾人内心的 你中国人有些文人呢 想用什么政策去感化台湾人 历史上 这么多历史事件看起来 这么多历史 看起来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是靠 是靠给别人啊 优惠 让别人感化 让别人投降 没有 那是买卖 就是你真正把台湾当成买卖了 而武统派 不把台湾当成买卖 把他当成同胞了 武统派才把他当成同胞 挤压他的生活空间 让他发自内心的 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 记住 发自内心的 做不想做的事 才是挤 才是让他真正还原了自我 这话很难理解 为什么发自内心 不想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他不想跟中国友好 但是呢 又得发自内心的跟中国友好 为什么 为了证明武统派错吗 我发自内心的 得跟你友好啊 你看 武统派错了吧 中国人 是不是 我们没有欺负中国人 我们跟中国友好 我们台湾是善良的 我们台湾是美好的 我们台湾对全世界 是不是 都是非常友善的 发自内心的 让他做不想做的事 他就不想跟你友好 但是他必须得做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有武统派 挤压他的空间 给他怼到了墙角 他必须要做 就是人是非常啊 怎么说 人呐 非常贱 有些人 特别像台湾岛内这两栖类动物 非常贱啊 你跟他好脸 给他优惠 他最后啊 吃干妈尽 照样骂你 反而呢 助长了他什么 利用台湾独立 来窃取你中国大陆利益的 这个 这种贼心呢 他增长了 台独会越来越多 而用武统去挤压 他的这种生存空间 反而啊 他做出了什么 对大陆友好的举动 你看这次蔡英文 再也不提什么 抗中保台了 都不提了 说明什么 说明他也知道 武统的声音在这 对大陆有没有好处 有没有好处 对两岸稳定 有没有好处 所以武统啊 我告诉你 武统 喊武统 才是两岸的正道 人间正道 是沧桑啊 虽然我们武统派 背了一身骂名啊 但是历史啊 终究会证明 武统派的胜利 这就是 然后我们要求职 我们要求职 我们要求职 我们要求职